陕西的孙家有兄弟姐妹五个 今天孙家二姐和丈夫 拖着沉甸甸的两大箱证据 来到金牌调节 只为证明清白 还有一个清白 为了这个清白 二姐夫妇昼夜收集材料 寝食难安 他们想要的清白究竟是什么 矛盾另一方的四妹 单腔直入指出了问题的焦点 当时我爸那时候 这个时候说有一千多万 我姐夫和我姐 从来和他两个不沟通 四妹指责二姐夫妇 隐瞒父亲留下的工程款账目 然而二姐夫妇 却全盘否定了四妹的说法 为了证明清白 二姐夫妇向调节团队 出示了各种证据 四妹一家 则与五弟结成联盟 轮番上阵 讨伐二姐夫妇 不管这个钱有哪 咱既然兄弟在一块 那就有任何事情 都得必须沟通一下 随着调节的推进 事情的真相逐一浮出水面 当调节团队得出 这样一个结论之后 唇枪舌战的姐弟三人 为何突然爆头痛哭 就是你们都说 你们父亲临终之前 说还有一千万的工程款 实际上是没有的 老爷子心很好 但是老爷子犯了两个错 今天的调节为您讲述 等不来的千万工程款 有问题来调节 来调节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节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节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也欢迎今天的当事人 是兄弟姐妹 一共是五位当事人坐在场上 大家介绍一下 我是姐夫 老几家的 老二 我是老四家的 场下的三位也分别说一下 我是老五 老五 我是这个家的女儿 我是老四 我们两个是一家 我是排合老二 好 老二 也就是老二和老四家里的 是丈夫做代表 好 老四家的诉求是什么 我们家老二他在工地一直是呆着 我想问一下老爷子去世以后 老二家在这个工程团里面 你们自己自己私自用了没有 如果用 用了多少 第二是老岳父去世之前 就是甲方父的 清晰的账目往来是吗 对 对 老爷子的账目都在日记上 从双方零星的诉求中可以听出 他们的矛盾和孙家老父亲的 工程账目有关 老四妹夫告诉我们 孙家老父亲生前是当地赫赫有名 做大工程项目的人 无论在家里还是工作上 都是一言九鼎 雷厉风行 2013年 老父亲接到一个 造价两千余万的工程 并邀请几个子女 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工程项目 老二姐夫负负责现场施工 老四妹夫和五弟负责陪老父亲一起 筹借工程电资款 然而 就在工程接近尾声 准备交付和结算的2017年6月 老父亲突发疾病不久于人世 弥留之际 老父亲将公司的法人 变更给了厂上的老二姐夫 由他全权处理工程的交付与结算 从老父亲的支言片语中 子女们得知 有一千余万的工程款尚未结清 只是关于这一笔工程款的账目构成 三个子女和女婿都一无所知 当时我爸那时候在的时候说 有一千多万 一千万左右 这样说的 老父亲离世没多久 四妹夫就发现 二姐夫对工程款发票的处理 十分异常 16年应该增一钱 我们老爷给甲方开了一千多万的税票 开票的税金是四十万左右 当时把那个已经交到甲方了 结果老爷子举授一两年以后 老二家说是甲方老板说 那个发票不能用 说不能用还让再 给他们再赔偿三十万的损失 甲方直接就扣了 损失七十万 这个废票是在2016年税改税之前 老爷子提前开了一千一百万工程款的税票 但是那个工程还没完 税改税以后 人家要的那个增值税票 要那个专用票 人家能抵扣 我到那个当时他们开税的那个税务所 了解了以后 税务所说 这个是没办法没办法 你不能再开票 你再开票 你损失更大 你只能和甲方协商 后来我和公司的李经理 还有甲方的那个樊总协商 最后就是补偿人家三个点点损失 就是一千一百万就是三十三万 税金的发票 去世前一年已经交到甲方老板 过后两三年你说甲方说这个发票不能用 当时甲方老板为啥要收这张发票 这个是老二能决定的吗 就是老爷子不在的时候 那个法人变更 已经变更给老二家 那到他这他应该继续沟通 在这三年之间 应该是在这个上面 没有积极地和甲方去沟通 我认为我做够了 我当时和甲方老板说 我说为啥我当时老爷子在世的时候 你开这个票 你为啥 你提到了这个问题 你为啥不能用 甲方老板给我说 你活还没干 我钱还没给你 你给我开啥发票 他们不认为是他们的 他认为老爷子发出小聪明 就是你提前把票开了 人家就是那个道理 说的这些过程都有时间差的 这个事情是我父亲在的时候 通过我姐夫去把这个票给甲方 我父亲没有直接去对付 作为我姐夫来说 就是当时就是说 我父亲在世的情况下 他有任何问题 甲方有任何问题 你们进行沟通 票就不行了 你拿回来 咱去认识他 不要成为一个引流问题 甲方谁说的是 我父亲有什么小松明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事 我父亲做事很坦荡 如果说是甲方 你不同意这个情况下 我父亲会去做这样的事吗 他是不是花了四千五千 花了三万五万 对不对 他是花了四十万 我觉得是应该是操作不当 委屈 委屈 因为前期的开票干啥这些事 张无那一份从来没有参与 老爷子把发票开好以后 我拿到工地 你把这个给老板 你只是交办 我只是交给人家 具体下来咋才要做 我也不清楚 根据二姐夫的说法 法人变更前 他只是按照老父亲的意思 把发票递交给甲方 并不清楚双方关于发票的约定 法人变更后 当甲方对发票提出异议 他也在竭尽所能地跟甲方沟通斡旋 力求减少损失 四妹夫和五弟却指出 二姐夫总是有意无意地拦着大家跟甲方接触 不得不让大家起了疑心 从他那只能知道是甲方的问题 但是我跟甲方的老板说不上话 四妹夫和五弟虽然觉得二姐夫跟甲方之间有猫腻 但是他们也没有确凿的证据 不料接下来的一件事 却让四妹夫发现了工程款结钻的另一惊人的秘密 四妹夫认为 这个秘密足以证明 二姐夫准备瞒天过海 私吞公款 19年7月份的事吧 老二姐给老五说是甲方支付的工程款 不到20万 年底到挂靠的公司去 对账的时候甲方提供的就是19年7月份 有一笔支付的106万 所以这个86万也满半年 为啥说是张手这个钱不给他说呢 甲方我们工程后期出现好多问题 每次维修我们没钱 甲方要求你这个钱不能给我拿回家了以后 又要还账又要清彩礼费 你给我到维修上你给我没钱了 所以我说那就跟他俩不说了 你难道不是应该告诉他们甲方要求 我们不能把这个钱拿走吗 我给他们说他们不信 所以你干脆就不说了 不说了 这个问题我认为事实不清楚 这106万这个事 我去找他聊聊事 我说你这个事做的就不对了 就是咱既然兄弟在一块 那就有任何事情都得必须沟通一下 不管这个钱用到哪 支配到什么地方 这个过程 在事前你必须让我知道 只是口头上咱去沟通和交流 你说你给谁给谁 我要问的就是说你所给我的那个要看的东西 我没看过 他现在提供的东西我没看过 武帝认为关于这106万的用途 二姐夫完全可以和盘拖出 而不是遮掩欺瞒让大家徒生猜忌 为了自证清白 此前一直不肯出示账目明细的二姐夫 终于在调解现场拿出了他们连夜整理的账本 他声称106万的去向 账目上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绝非私用 即便如此 大家依然心结难解 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才最为致命 据武帝说 伴随老父亲当年筹借的工程电子款债主找上门 他的生活也被彻底地拽入了深渊 老爷在世的时候贷别人的150万 我姐说是暂时的 把这个150万 我和老五先规划 把工地余款要回来的时候 咱们这就不是临时的账 你们先把这个钱 等于是先垫付了的意思吗 个人先划 结果呢 老二一推再推 推就是老板不在 老板没钱 那个把我和老五起诉到法院 我们两个现在是黑名单 只能坐火车 飞机 高铁都不能坐 要工程款 一去老板 私人老板把你推三推四 就是给你 保证不欠你的钱 但是就是不给 给他们说他们也不理解 他们就觉得你们没尽力 他们就说没尽力 我从老爷子去世到现在 就是除了在高原工地 催要钱以外 啥事没干 我相信他遇到难题 但是不能把这个难题 让对方再找到我们 你的承诺是 每月给人家还50万 三个月给人家还清 请问您兑现了没有 后边再加上你们这段时间 利息算下来以后 已经算了90万 我用两套房子抵押贷款 贷了100万 老四就是他把他的拆件款 给人家还了80万 我没有偿还能力了 在武帝看来 身为法人的二姐夫 应该竭尽全力向甲方催讨工程款 因为这150万的工程电子款 还只是冰山一角 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 是更大的外债窟窿 这个窟窿只有跟甲方 结算完千万工程款才能填上 大概数字累计下来以后 大概就是八九百万 面对巨额的债务压力 老四和老五两家彻业难免 最终四妹想到了一个 向甲方追讨工程款的绝佳办法 不料对于这个办法 二姐夫却置之不理 任由他们干着急 我说三个一块去 和甲方见个面 结果去了以后 他两个说停车呢 我姐夫先进去了 他两个在后面才登记干啥 进去了以后 不知道在哪个房子 也找不到他 他都没想让他两个进 这是因为是甲方 跟工程前夕 对他不骂 所以人家工程的老板 就是特别对他 他不行还有老五 他老五在工程干了一年 最后炸走 你问他是炸走 你的意思是也不接受老五 也不接受老五 那还有老四本人呢 实在不行 还有老五媳妇啊 人家家发 那个死人老半年 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已经知道 他们对这件事情不满了 那我自己就要认识到这个问题 我去的时候 我就不能我自己一个人了 我要让他们看到 我在努力地追讨 我每次去就是在朋友圈 刀票一拍 你再发朋友圈也是你的个人行为 我说的是那个参与的过程 要钱的时候光是要 做主动是他做什么 我感觉他就是和我爸老张那是一言堂 就是这样子 他两个在我爸不在的时候 就是借钱万里面借 但是有啥事 我姐夫和我姐从来和他两个不共通 既然你把法人借到手了 你就积极配合把那个钱也回来 是不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直来直去的四位 指责二姐夫独断专行 身为法人毫无作为 五弟也感叹 如今的二姐让他看不懂也猜不透 早已不是当初那个重情重义 真心付出的二姐了 我在这自媒五个里面 我相比较而言 是跟我大姐走得最亲的一个 到今天也是上得最深的一个 亲是因为我在小的时候 我大姐照顾我比较多一些 我在上学的时候 我大姐用他们家的一袋小麦 给我喝 给我放了一袋面饭 在学校里边照顾我 这个永远记着 这个我一直没过 我父亲在的时候 我是背地里背过我媳妇 背过其他人 我用心 用情就是回报他 所以姐姐刚才也说 我父亲不在的时候 他们这四年当中所产生一些费用 或其他的用 也是我在支付 比如说 他们家的空调 是我掏了六千块钱 他们家孩子生病 先给他拿了十万 拿十万以后救命钱 外界那么大压力下 我努力付出 给我大姐 就是想让我大姐夫 同出来的时间 强力解决外面的事情 我去把高粮工地事解决掉 这个也是完成了 我父亲的一种心愿 就是说让他能平平安安躺的地方 能安心一些 现在自己的债务就刚刚说了 现在靠什么 我靠的是 但是我一个人到京东物流区给人家装一些车 每天的收入是一百七十块钱十二个小时 我的孩子还在上高粮工 我家里边这些事实在是 支撑下去 五弟认为他们的债务困境 全部来自二姐夫的失职与私心 二姐夫只要找甲方要来千万工程款 所有的债务窟窿都能填平 可二姐夫却一再拖延和逃避 对此 二姐夫表示十分冤枉 他说当年老岳父骤然离世 法人虽然变更到了自己名下 但是关于岳父生前筹借的工程电资款 跟甲方之间的工程款 结算了多少还剩多少 他至今也没有弄明白算清楚 他主动提议 让律师帮他礼义礼账 也给兄弟姐妹一个交代 不料当律师王琼 对账目进行了逐一梳理后 他给出了一个 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震惊的结论 就是你们都说 你们父亲临终之前 说还有一千万的工程款 实际上是没有的 项目的甲方 签了一个以支付工程款 和总工程价款的一个数据 这个是你们双方都签字确认的 那么我算了一下 在你们父亲去世的时候 应该工程款只剩下620多万 第二个数据是什么 就是在你们父亲去世之后 到最后一笔工程款支付 我所看到的数据 支付了399万给你们 如果是说后面没有支付的话 可能甲方签里面的工程款 也就是230多万 第二个 你父亲在你们之前 就是在他去世之前 结算了1000多万的工程款 你们有没有分到过钱 没有 没替你们还过债 没有 没有 一个项目2200多万的工程 已经结算了将近2000万的工程款 最后还负债800多万 这个工程你们亏得不得了 我不知道这个仗怎么算呢 因为这个我不说 这个10%的利润 那百分之八的净利润 肯定是有了这个项目 这钱去哪了 这个才是今天 我觉得问题的关键 第二个问题 那我再问一下 这个杜志涛是谁 是我 那如果甲方不愿意 你们说的老四家里去 为什么甲乙双方的签字里面 还有杜志涛的签字 也就是说它是可以接触甲方的吧 我今天为什么把这些东西给你掰开来揉碎来的说 我在把一些公平客观公元 有东西 有客观证据支撑的事实给你们掰出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们从我掰开这些东西的过程 你们也可以印证 你们这个老二姐夫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很多事情不是你们说的那样 我给你们两个建议 第一个 找个会计 把这账算清楚 你们这个材料真的整理得很乱 你们但凡请一个专业一点点的会计 这个账都可以梳理得很清楚 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的复杂 好像很多猫腻 第二个 因为你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什么 你们是一个家族式的债务危机 你们应该一条心去怎么去应对 这个债务的问题 你不要觉得这个债务 我拆解给了老二 拆解给了老四 就可以了 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 你们每个人都签了字 就算老二现在答应你 这钱我来还 债主就不找你了吗 他没钱还 债主还不是要找到你们 就像刚刚那个老五 在厂上说的是一样的 你们一定要一条心 来怎么化解这个债务危机 老二姐夫 这个法人不好当 这个舵呢 你也长得不好 你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既没有一言堂的破裂 也没有管理的经验 含含糊糊 法人变更之后 随即就出现了一个七十万 其实你很委屈 我去了呀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做到集体讨论 一百零六万的债务 二姐夫说怕他们不信 那就先不说 等后面给他们一份清单 这份清单你今天到现场才给呀 这延迟了这么长时间的清单 你叫他们怎么想 就你今天这么一说 在我看来说实话 就越描越黑 你把自己就陷入到 那个漩涡里去了 所以你今天特别着急 把那些材料 一张一张地算好了 准备来 那之前这些工作 为什么你们都不去做呢 老爷子把这么大的项目 一留下来 我说实话 他留有的那种管理经营的模式 是不是不适合你们兄弟姐妹 法人变更到二姐夫之后 随之其实你们应该想到的是 股权 债务 你们各自的责 权 利 是不是有伤有凉 都没有 在事前没有一个人做了先小人后君子的事 一个又一个的债务 一个又一个的事情发生之后 你们选择的都是秋后算账 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情绪 你们只能找最亲近的人 而这个最亲近的人 就是场上的无畏 不要因为财 让我们这一辈子很难得的亲情 变得很寡然无畏 变得很淡默 因为亲情无价 现在你们面临一个实际情况 我们来理一下 可能这里面有 不是事实的猜测 说不定对老爷子也不太尊敬 你们几位跟他这么久 有没有了解过这个情况 就是除了这两千多万 之前他是不是有贷款 或者是有债务 然后他结算到两千万的时候 他把前面的还掉 但是那边一还这边就漏 这边有漏洞 那里面就填 你们一填 后面没钱进来了 那两百多万再回来 你们还是还不清 这就是一个事实 他既残酷 但是也有亲情 老爷子心很好 带着你们来通过做工程 把这个家庭环境改善一下 但是老爷子犯了两个错 第一 这个工程的钱 不能跟其他的债务去拉扯 这点我没看懂 当然可能也无奈 第二个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老爷子是非常有权威的 而且他的资源 他的人脉 但是所有这些东西 都是不可继承的 他一刹手 谁接得上 匆匆地安排给老二家 老二家哪里很想做这个事 没办法要接 其实 这个担子放到老二家 它不是一个接力棒 它是一个担子 所以这两个方面 我只能说 可能是始料未及吧 所以我把你们反而 拖下来 所以我帮大家 四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就是 要理清大数 把现在比较主要的数字 大家互相通报 把它记下来 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定型丸 第二个 易定比例 就是截到多少款 各自可以拿到多少比例 先把它定下 这又是一个定型丸 第三 清点工产 如果老父亲留下了财产 就是工产 那么如果老人家那边 财务出来是欠债了 并且挪用了这个工程的钱 去还的话 那么对不起 老人家剩下的钱 财产 是要考虑电回来到这个工程 第四 保住亲情 保住亲情 就什么两块 第一 你们认为父亲做了这些事情 心里会舒服很多 第二 你们的情感 你们的联系 不能断 我看得出 你们在处理这个整个工程中 虽然有这个分析 有争吵 但是 真的 你们三个家庭 还算是千千君子 还是可以的 接下来我们到密室 随即展开的密室环节 由律师王琼 带着三位男士 商讨应对债务的具体办法 观察员廖喜玉 则带着姐妹二人 修复亲情 不管以前发生什么 你们姊妹要找非亲情 因为你们姊妹好了 又可以保住自己的家 我想着 让兄弟姐妹全部环节 我们是五个 现在四个都蛮让我 二姐坦言 她其实是最在乎家庭 亲情和团结 为了让父亲走得没有遗憾 她鼓励丈夫 顶着压力 接下法人的位置 想带弟弟妹妹 把工程完成 不曾想 因为层层误会 反而伤了兄弟姐妹之间的和气 对此 她也非常自责 不要吵 不要骂过来 骂过来 就是骂自己的父母 看着姐姐主动嗜好言和 四妹也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我姐姐给我好的大处 我就不会那样子 我一问 你说告去 让我告去 等一下 回想起父亲离世后这些年 为了工程项目 对彼此造成的伤害 姐妹二人都表示 追悔莫及 为了亲情 他们愿意共同努力 密试另一边的债务商讨结果 却不容乐观 老二家你们这边 因为这个工程 对外负责是多少目前 我也不想说这个事 没事 我一说就成了矛盾 我不想说 没事 你可以说 我不说 这儿给你 这儿给你 给余地我都不说 也许是出于多年 不被理解的压力 老二姐夫赌气 不配合账目商讨 在律师的劝解下 他逐渐放下情绪 说出了自己 默默承担的债务压力 我现在是270多 7万 2707万左右 对 那个老四家呢 213 213万 你呢 老五 200万 200万 这个总共是700万的样子 原来老二姐夫 跟四妹夫和五弟一样 也承担着私自电磁还款的压力 并且数目高于他们 只是一直默默没有声张 那么接下来 该如何制定详细的还款计划呢 律师王琼决定 参考调解员胡建云的建议 先理清父亲遗产 再做下一步打算 他的 孙子 孙女 外孙 外孙女 每人一套房 总共是10套房 这个已经赠予了 赠予的不算 我现在再问你个问题 就是你岳父 就是你们这老爷子 他拿走的那个1000多万 因为在你接手之前 钱你们也不管了 对 全是他一个人在 对 这些钱去哪里的 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你们知道吗 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虽然老父亲生前拿走的 工程款不知去向 无法缓解债务和压力 但三个人一致表示 愿意齐心协力 共同度过债务难关 回到厂商的他们 又会作何表现呢 调解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好 面试结束以后 我先把协议 给各位当事念一下 协议当中的甲方是二姐夫 乙方是四姐夫 丙方是老五 协议第一条 本协议签订后七日内 三方共同委托第三方 会计师事务所 对上述项目进行会计鉴定 甲方作为项目的负责人 无条件配合会计师事务所 提供项目资料 第二 甲方承诺 也就是二姐夫承诺 对于2017年6月13日以后 即甲方接手项目工程 并担任负责人之后的所有支出 均能做到有据可查 若甲方支出的事项 没有实际发生 则该笔支出 由甲方承担 并在其可分配的工程款中 予以抵扣 好 两条内容 看一下大家能否接受 接受咱们就签字 协议这个我很高兴 我同意这个事 同意 同意 我表情是同意 然后这个去解决 其实我也很想跟你们说 真的辛苦 三个家庭都很辛苦 假如这真的是为老爷子分到忧 咱们就认了 好 再努力 最后各位对兄弟姐妹 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就是在借务方面 就是他们有其他 不管啥问题 都是正常的 因为他们没有看到 最后的成果 因为他们没有看到 就有最大最大的能力去解决 不管我妹妹也好 我弟弟也好 他们永远都是我的 好妹妹 好弟弟 谢谢姐姐 能说出这样的话 再等你久都能理解你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没有认识你 对不起 我没有认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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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认识你 让我认识你 节目的最后 三家人愿意握手言和 共同面对债务 这是所有人 都想要看到的结局 经过这场调解 他们应该明白 生活虽然带给他们 各种挫折和压力 但只要大家相互理解 彼此支持 办法总比困难多 调解结束一周后 二姐和四妹 分别发消息告诉我们 他们在工作上的沟通 已经越来越顺畅 兄弟姐妹之间的心 也在逐渐靠拢 也希望他们 接下来的债务难题 会迎刃而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